手上这块材料 总够了 飘花够多 还够活 压灯我们看一下 肉质是相当细腻的 像这种材料呢 它适合做的题材就很多了 今天呢 我们要做一个特别一点的 做什么呢 山水牌 山水牌有可能它不是很特别 但是我这个很特别 为什么呢 大家都发现了 市面上大部分的山水牌 就是高山流水 小桥流水人家 有瀑布有船 怎么的 今天呢 我们这个山水牌 做个不一样的 要融入现代的一些元素 现代的一些风景 好了 上设计 现代田园风的山水 已经雕好了 这个是自然光 窗台前面 首先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光泽度 相当的OK 再看看 宫还是用的很细的 窗户啊 门都雕出来了 下面这一艘屋棚船 这个房子用的都是一个 磨砂的抛光 再看背面 相当的OK 双面雕啊 整体的飘花都利用上了 上升的一个效果 还是相当OK 所以说现在呢 我们雕刻 要更多的去融入一些 现代的元素 你们还有什么好的意见 可以评论告诉我